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勇敢 勇敢非常的重要 勇敢是我们能够靠主得胜的 上帝赐给我们的恩典 所以我们来一起学习 求主赐给我们这样的勇敢的心 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能够不断的经历上帝的祝福 我们来读一段圣经 在希伯来书第十章的三十五节 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 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识 主怎么说呢 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 所以不论环境如何 不论这个世界如何 不论我们遇到的 现在遇到的问题 环境不论如何 不可丢弃勇敢的心 因为上帝喜悦我们 让我们有一个勇敢的心 所以存这样的心 就是勇敢的人必得大赏识 所以上帝透过这个经文 我们看见了 上帝借着你的勇敢来祝福你 上帝借着我们的勇敢来祝福我们 所以我们要培养一个勇敢的心 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 赐给我们一个勇敢的心 因为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说 上帝会给我们好像一生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其实上帝没有这样讲 上帝他却应许我们说 他要与我们同在 所以我们发现了 主耶稣说这个世上有苦难 有很多的这些苦难 但是主耶稣说不用怕 因为我胜过苦难 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勇敢的心 不是说我有勇气 我有勇敢 常常我们有勇气 我们有勇敢 但是到一个地步 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得胜 好像彼得 耶稣说你们就会出卖我 你们就会离开我 彼得说众人都离开你 我也不会离开你的 耶稣告诉他说 彼得你知道吗 在基教三次以前 你会不认我 不可能 我就是与你同时 我也不可能不认你的 那时候他很勇敢 但是真的耶稣被抓了 真的耶稣被抓去的时候 彼得在那里 不敢相信 不敢承认耶稣 为什么呢 因为他失去了勇敢的心 所以我们发现 彼得这么勇敢了 哇 我们读圣经 我们非常的欣赏他 这个人非常的勇敢 在耶稣被捉拿的时候 他甚至拿刀起来 砍了那个大祭司仆人的耳朵 他就是这样子的 所以他敢讲这样的话 那我相信他的里面 是有一个勇敢的 但是真的面对了那种环境 真的面对那个压力的时候 他的勇敢失去了 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说 不要丢弃勇敢的心 我们勇敢不是说 我们靠自己能够得胜 所以我读经 我发现真正的勇敢 乃是靠着神能够得胜 是我们一直不断的依靠神 坚定信心的依靠神 不管任何的环境 我们跟随神 我们依靠神 我们跟随他 不是我们觉得自己可以 而是上帝帮助我们 有一段时间 我常常去 在我们中部有一个 惠民盲校 是一个盲人的学校 我去到学校的时候 我就看到这些盲生 他们这些学生 他们瞎眼看不见 那盲生呢 他们要进到那个礼堂 你要聚会的时候呢 他们要聚会的时候 就是一个学生 跟着一个学生 一个学生搭着前面的人的肩膀 一个跟一个的 就这样走 那前面的人就走 老师走在去前面 前面的老师一直走 他的速度不慢 后面的学生 每一个每一个每一个都跟着走 包括那个老师转弯 每一个默契很好 大家跟着转弯 老师停下来 大家停下来 老师走快 他们走快 老师走慢 他们走慢 我相信 什么是勇敢的心呢 不是我们自己勇敢 虽然我们看不到环境 就好像这些学生一样的 但是我们跟着主的脚步 我们倚靠他 我们跟随他 因为他在我们的前面走 所以我们的心里面 不害怕 所以我们里面 能够有勇气 去胜过这一切 所以勇气 可以使我们跨越困难 有很多时候 我们的生活当中 遇到了很多的困难 遇到了很多的这些压力 竞争的压力 各方面的 我们看到有家庭的问题 健康的问题 很多的问题 有很多的困难 但是当我们有勇气的时候 神就借着我们的勇气 跨越这些困难 你可以跨越的过去 你不会被那些困难绊倒了 你也不会被困在那里 你可以倚靠神 拥有这样的信心 拥有这样的勇气 可以跨越那些困难 你知道在初代教会 他们是非常的困难的 当这些初代教会的 这些信徒 他们那时候 主耶稣给他们的命令说 你们去使万民 做我的门徒 所以他们把命摆上的 去传福音 把命摆上的 去好像传讲福音 传讲耶稣基督 他们遇到很多很多的困难 但是呢 因为他们里面充满了勇气 所以他们能够完成上帝的使命 他们能够经历神的大能 在真言24章第10节说 你在患难之日若胆怯 你的力量就微小 所以我们在患难的时候 患难的日子 我们如果害怕了 胆怯了 我们里面的力量也就没了 所以那时候初代教会 他们怎么祷告呢 他说 主啊求祢使我们大放胆量传讲祢的道 也求主呢伸出祢的手来 彰显神迹其实证明我们所传的 他们祷告什么 他们不是说 主啊求祢为我们开路 也不是说 主啊祢亲自的去传福音 他们怎么祷告 他说 主啊使我们大放胆量去传讲祢的道 他说他们知道 我们需要的是什么 勇气 我们面对了逼迫 我们面对了困难 我们面对了这些环境的压力 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在末后会有逼迫的 会有一些你想象不到的 这些困难的 甚至你是在做上帝的旨意 甚至你是在服侍神 但是逼迫来的 怎么办呢 初代教会 他们面对了如此大的逼迫 被打 被关在监狱里面 但是他们怎么祷告呢 他们说 主啊求祢使我们大放胆量 大放胆量 让我们勇敢地去传讲 我们勇敢地去做 祢要我们做的工作 让我们跨越我们自己的界限 我们的极限 但是我们可以倚靠祢 可以跨过去了 所以圣经读到这段经文 我感到非常的喜乐 为什么呢 当他们这样祷告的时候说 大放胆量传神的道 也因着你圣福耶稣的名 将神迹奇事彰显出来 这个时候圣经说 他们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 地大震动 为什么 因为他们做了和神心意的祷告 所以地大震动 所以今天我们也说 主啊 虽然我们的环境是这么的困难 有时候为了服侍你 这么的困难 家庭里面有一些逼迫 环境里面有一些逼迫 家人 哇 冷言嘲讽 在公司 在学校 很多的这些困难 有时候我们服侍神 好像到这个地步 但是我们说 主我们不放弃 我们不害怕 因为我们相信你是神 我们相信 你必帮助我们 所以我们要宣告主来说 主啊 求你是我 大放胆量 为你坚持到底 上帝一定会祝福我们 所以我们求神 给我们一个勇敢的心 当我们有一个勇敢的心 我们就能够经历神的祝福 经历神的公义 经历神的应许 在约束亚 上帝把以色列百姓托付给他 托付给他 摩西 把以色列百姓交托给他 但是上帝对他说什么呢 上帝对他说 在约束亚记第一章第九节说 我岂没有吩咐你吗 你当刚强壮胆 不要惧怕 也不要惊慌 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 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 所以不论我们往哪里去 我们不害怕 不是因为我们能够胜过那一切 照着以色列人 他们自己这些探子 自己来看自己 他说 哇 耶利哥城里面 那些人像巨人一样 我们要去得地为业 但是他们的能力 他们的才干 他们的条件 比我们大太多了 我们真的就像扎蒙一样 我们怎么可能进去呢 但是 主告诉他说 约束亚 不要害怕 我没有吩咐你吗 你知道 你当刚强壮胆 不要惧怕 主告诉他什么 刚强壮胆 不要惧怕 为什么 上帝的意思是说 去 你负责去 我负责为你们争战 你只要负责为我而去 看我为你争战 我必与你同在 说 你不论 不论你往哪里去 就是你去哪里 我都跟你在一起 你要刚强壮胆 我读约束亚记的时候 我就不断地看到 主告诉约束亚说 刚强壮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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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明白了 我想或许约束亚 跟我们一样 不是一个很勇敢的人 但是主的话 兼顾了他 刚强壮胆 你要刚强壮胆 我再说 你要刚强壮胆 你要勇敢 不要丢弃勇敢的心 所以主的话 不断地兼顾他 不断地兼顾他 他被神的话 一次又一次地充满 刚强壮胆 刚强壮胆 他知道 我要刚强壮胆 当上帝 把这样子的勇气 放在他里面的时候 他站起来了 当一个约束要 站起来的时候 就带领百万的以色列 能够去得地为业 我相信今天 我们说 主啊 我需要这样的勇敢的心 我需要你的同在 我相信你与我同在 但是我要尽力你的大能 求你与我同在 求你赐给我勇敢的心 不论环境如何 我要去得着 你说应许我的 我要去完成你的使命 愿上帝祝福 每一个弟兄姐妹 让我们都来完成上帝的旨意 愿上帝的旨意 成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 感谢赞美你 谢谢你今天 借着你的话来鼓励我们 主 我们要刚强壮胆 我们知道 什么时候 我们里面开始惧怕呢 我们就失去了你的恩典 但是今天 我恳求你把这样子的勇敢的心 把这刚强壮胆的灵 充满在弟兄姐妹的身上 使我们再一次的 充满了勇气 使我们再一次的 充满了信心 使我们再一次的 充满了喜乐 我们能够大放胆量 来完成主你的托付 愿你祝福我们 带领我们 直到你再来的日子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阿们 阿们